女人这五个动作男人最讨厌 特别是第三个 一 总是装傻充愣 男人天生都有一种保护欲 他们一般喜欢小鸟一人的女人 太过精明的女人 他们会往往觉得极不适应 而那些傻乎乎的女人 会更受男人宠爱 可是什么事情不能做得过头 明明就是聪明的女人 可是偏偏就装得萌萌的呆呆的 可能刚开始男人会接受 但是时间一长 男人会觉得你比较粘人 觉得你很幼稚 二 婴儿语说话 用一种婴儿语和男人说话 就是那种一听就瞬间起一声鸡皮疙瘩 这样的说话方式会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男都喜欢最真实不做作的女人 所以做自己最好 三 未经同意处置她的东西 虽然你们是男女朋友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都有不想为人知道的一些事情 这些东西在男人心中很重要 如果他不说你就不要主动去探知 更不要不经过他的同意处置他的东西 比如说是他曾经年少时的日记本 和一些女同学的照片 如果你有这样的举动 男人会非常反感 甚至会对你发火 所以尊重男人隐私非常重要 四 崇尚名牌 如果很有钱应该还能承受得起 给你有一个信用卡就好 最怕那种没钱还硬要买的女生 这样男生很有压力 娶回家恐怕你养不起 五 什么都跟闺蜜说 这种女人天生没脑子 在闺蜜面前什么都说 你的好不好 缺点优点 家庭琐事 你的秘密等等 通通都给自己所谓的闺蜜说 有的女人甚至把你们夫妻上面的事 也和闺蜜讨论 这种女人是标准的地雷女特征 相信没有男人能受得了这类女人